人其實是有他的光明 也有黑暗的一面 同時存在的 你說怎樣鑑定好人和華人 我只是簡單地說一句 我覺得是一念之差 你作出了什麼選擇 例如我要做一個華人 其實我做一個華人 我要找他好的地方 我要找他光明的一面 因為黑暗表面情節已經有了 如果做這個角色來說 我一定要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要找到他有什麼光明的地方 我來說就可以 相對來說勒啓這個角色 所謂好壞 其實讓你們容易理解 其實是一個標籤 如果我表面上是一個好人 我還是盡可能要找到他 這個人有什麼脆弱點 有什麼缺點 這樣這個人就可以勒啓一點 因為人是光明與黑暗並存的 等於是以前鮮姐跟我說過 她說阿飲姐演戲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就是 文氣 舞族 文氣不是沒有打片 但是文氣你有沒有打片的感覺 武氣 你的民族 這句話是很深的體會 得著很多東西 真是高手 文氣沒有做 就等於是可以有一個鷹氣 雖然你譬如是譚情 或者你做一些文藝片 但是你也有一個爽朗的節奏 如果你是沒有氣民做 你就不會給了一個打字 在打字中 你又有一個勢力的感覺 其實是一樣 光明與黑暗並存 看看怎樣用它 我認為這個人是更加深沉的 他不要大聲和你說話 但是他看著你說話 他有一種控制肉 其實我覺得是一樣 他有時真的覺得自己是上帝 因為他看穿了你 這些是他一個角色的 跟其他之前做的不同的特點 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要觀眾怎麼看 而且永遠站在高位 他在高位那裡 虎視世人的感覺 首先我就不想技巧 技巧是很刺繞的事 我會想他是一個怎樣人 素材的建基劇本 首先我有幾個關鍵的字眼 他是一個很神秘的人 他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雖然他是精神科醫生 他是一個很高智慧的人 他也是一個可以看穿人的心理 他會看穿你的心 你說一句話 他就會看到你 你裡面有什麼得分 表面上他跟你說別的事 其實他是在看你 當然他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但是我更加覺得他 其實他是一個魔鬼 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天使 我覺得他本人是光明與暗并存的一個人 我是這樣理解他 是嗎 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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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